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东万 我的频道是在日本做路亚钓鱼 以及钓鱼知识的分享的 路亚的时候呢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会用到前导线 一般来说就是在P1为主线的情况下 在它前面接上一根碳速线或者是尼龙线 那对于很多初学的朋友来说呢 怎么把前导线有时候会变成一个烦恼 其实我目前也是了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绑法 那它们不是很麻烦 就是绑不牢 但不要怕 我们有刺利万劫 今天呢 我就分享一种前导线的绑线方法给大家 这个绑线是一个叫做SC结的绑线方法 SC结的全称呢 我查了一下 应该是叫做 Shok Absorber Captain Nut 大家听一听就好了 它是据说是在新鲜的一位老船长 开发的这么一种方法 很多日语的钓鱼频道都有人在分享 以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测试 比如说我们用SC Nut搜索一下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网页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比如像这个我觉得评测的比较客观的 它自己做了很多测试 然后得到的结果都是P1线的98% 90%什么的 我解释一下百分比 日本这边的评测 它喜欢用P1线本身强度的百分之多少 来评测一个前导线的结 当然它评测可能有很多吹捧的因素 98% 100%我觉得确实太夸张了 但是多于90%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FG结的话 一般普遍认为就是在90%加 再看这个网页 它这里就有写 比如说像FG的话 大概是P1线强度的90% SC结的话会得到FG同等 或者以上强度的结果 它这里测出来有94% 还有比如像这个网页 它罗列了根据P1线的粗细 你所要绕的圈数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圈数是有点太多了 我一般会把这个圈数减10来操作 已经非常强了 当然它是否强于FG 或许还有一定的争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一定是不弱于FG结的 它比起FG结 它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它绑起来非常非常的快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FG绑法 或者是很多人在用的 但SC结开始出来的时候 很多日语频道把它称为最強 也就是说最强 或者是说最强最快 神のノート 反正各种各样吹的都有了 当然了你去搜每一种打结的教程 可能大部分都会说最强最快 非常方便什么的 FG当年不是也会称为最强的结吗 但是就我个人的使用体验来说的话 SC结确实是一个对新手 非常友好的一种结 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 来演示一下这个SC结到底方便在哪里 我这里手上有两坨毛线 今天我就用毛线代替鱼线 就是俗话中的讲个毛线 我们现在把这个红色的当成我们的主线 也就是PE线 然后蓝色这边就是当成前导线 你可以用尼龙或者是说碳塑线都可以 这个SC结试用范围是非常广的 首先这边是我们的PE线 把它折一下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前导线 就这样拿过来 然后两个交叉一下 这样交叉一下 前面流出20到30厘米 这里的环流出20到30厘米 因为后面要绕它 然后这个线很粗我就多留一点 然后我们的主线就绕着前导线 开始绕圈圈 绕多少圈呢 大概是20到30圈 3号4号以下的PE线 我们是绕25到30圈 如果你是4号以上的PE线的话 只用20圈左右就足够了 一般来说我就绕个25圈 已经很强了 现在是毛线 所以我们就少绕几圈 绕的时候呢 你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尽量让它均匀的平铺在 前导线上面 不要有什么重叠 好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绕 123456789101112 我现在绕了12圈 因为这个毛线很粗 大家就当我绕了20圈来处理 好不好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里留出来的这个环 不能太长 我现在是毛线 所以留的多一点 实际上你的线大概留个两三厘米 就可以了 如果太长的话 你这个就固定不了了 就打不好了 好 这边留了两三厘米之后 把这边的 那么这边就是你的前导线 可能是碳塑的 或者是说尼龙线 穿过这个节 穿过这个节 穿过这一步 可能就是把这个前导线 最难的一步操作了 你只要能穿得过 你就能打得上 穿过了之后 张开你的嘴 掏出你的牙 它不就 用你的牙 咬住它 然后开始拉扯 你的牙主要是固定 然后两只手使劲 你要把它固定之后 两只手使劲了 这里呢 我们先涂一点水 把这个毛线湿润一下 好 然后拉 拉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用你的手把这个线往上面撸 把这个劈线往前面这样撸 反正接着牙咬固定之后 两只手开始扯 然后这次用试试 把它撸到一起去之后 好 这个结就算初步完成了 完成之后就是固定的这么一个步骤 现在你的前导线 和P1的主线 两个是在一起的 然后你用你这个剩下来的 P1这边掉下来的这根线头 打结 就是打最简单的那种结就可以了 只不过呢 正打一下 然后反打一下 算一组 大概打2到5组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我是打4组 就这样 反面一下 对吧 对吧 然后正面 然后再来反面 正面 这个毛线呢 我们就打两组吧 多了还打个毛线呢 好 这个结就初步完成了 然后我们剪掉多出来的线头 先把这个P1剪掉 再把这个主线剪掉 这里呢 因为你最终是要固定这个线头 让它不在这个P1上面滑动 然后还有一个加固的点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的 就是用打火机烧一下 烧一下这个P的线头 如果有些线你也可以烧 但是最主要是烧一下这个前导线的出来的部分 用我们的加强话说就是 就是瓢一瓢 烧一下 烧一下让它形成一个小球 按在你的P线前面 使它更加的坚固 这样它就完全不会动 这个就非常的强 打完结之后 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来扯一下测试一下 因为你并不敢保证自己每次都打得非常好 这样扯一下不会断 OK 当然 你这打结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了在上面磨水 这样你自己的拉扯 对这个线才会造成最小的伤害 接下来呢 我们再从第一视角给大家看一遍 好 我们就第一视角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主线我这里就用一根1.5号的P线 前导线呢 就是这根20磅的碳速线 首先前导线拿出来 主线拿过来 完成这样一个环 20到30厘米 打一个折对吧 打个对折 然后套在这个前导线上两个形成一个交叉 然后就开始绕圈 因为这个是1.5号的P线 我就绕25圈 开始绕圈圈 你一下 要不时的理一下你的这个线 不然它就会有重叠 好 我们就打25 我这里还留得出来的稍微长了一点 不过问题也不大 然后把它穿过这个环 到了整个打结最有难度一个就是穿环 穿过这个环 穿得过这个环 就打着成这个结 穿过去 抽出来 是这样的 然后开始咬 好的 我去那边开始咬 刚才打的这个结 我来第一视角给大家表演一下咬住 现在已经穿过去了 咬住 然后 凉着手扯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 扯的时候 不要忘了涂垫水 减少线的伤害 一定要扯得很紧才行 这个鱼掉多了 是不是牙也得不好 扯 但同时把这个线往上面撸 好吧 就这样 好的 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结 结就会咬成一个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PG线就围着这个 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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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很多圈 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呢 就差不多了 最后就是把它再固定一下 我们正反 算一组 这里呢 也不要忘了涂一点水 因为对线也是有伤害的 1 反面 1 正面 1 第3度 再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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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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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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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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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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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2 2 这种解非常强忍 测试一下 完全不会断 手非常牢固 几乎可以适用任何场景 今天的绑线流程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会后续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所接触到的 路亚的知识技巧 如果不想错过我后面的分享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然后麻烦点赞本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